新聞大敗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好 現在美國當然是不斷的要拉攏印度 其實不光是拉攏印度 它希望在這個 特別是俄國 中國之間 來搞一些分化或者是分裂的一些方式 這樣好來鞏固他自己在這邊 可能在印太地區的一個主導地位 先來看一下拜登是不是跟布林肯 辦這個黑白臉 因為拜登昨天是見了莫迪 他們線上視訊的會議 他就說你對俄國要硬起來 這當然是自由時報下的這種 好像稍微比較俏皮的標題 但是其實你看一下報導 他是並沒有明確的表示說 要莫迪表態 也沒有說你不可以再買俄國的油 他是比較溫和的一個講法 但是二加二的會議裡面 就是你看布林肯就對於這個印度的人權 就是講說我們正在監測印度侵犯人權的狀況 那路透社也講說這種講法其實蠻少見的 會這樣特別針對印度的人權 所以人家就在外界解讀 是不是兩者在辦黑白臉要對印度施壓 希望印度能夠標態 你不要站隊到這個俄國或中國之間 所以昨天的二加二結束 他們並沒有達成共同抗俄的一個共識 反倒是好像退而求其次 就說那我們抗中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一個調性 就達成了好像最後的一個協議 人家人想說這個會前會後怎麼講的差那麼多 美國媒體突然就變成說 這是好像是在討論一個抗中的一個會議 所以就莫名其妙 那昨天這個印度主持人阿納布爾 也有在講到這個美國 就說我們印度不會在你美國的框架裡頭 我們只會有自己的框架 我們來看一下 δεν以前不讓他們avan V эunt 我們追求我們 論文在美國的日文 買法 是否在我們售定 也成為了這 child 這人iva的設計 你是否受 stuck 因為我們在第一から 時代我們有地上 它能向我們58 整個世界上看著我們 我們會決定 我們會決定 對方的政策 我們會決定 和我們的1.3 billion人 我們會決定 美國不會看整個世界 從一個Ukraine 在Ukraine 你會與美國 或是你對美國 那一種 會不會很好的 對 所以美國的動作我想要這麼多 你們在看好像是 是要挑撥中印之間 因為最近比較和緩了 不像之前好像邊境上面的衝突 比較劍拔奴張一點 所以現在他又覺得你們好起來了 不行 所以趕快挑撥一下 所以這個看起來美國好像不太樂見 這個地方印太地區的和平跟安寧 所以竟然我們有看到 又有最新的消息講說 美國的媒體講中國可能伺機 向俄國來索取爭議領土 根據這個美國的國會山報發文表示說 這個中國會對俄國採取 常競爭策略 針對這些遠東地區的這個領土 可能會在這一場戰爭之後 俄無衝突之後 要來出租或是出售給中國 那中國當然就趕緊回應 就說這其實是中國威脅論的翻版 你根本就是要離間這個中俄的關係 那不只如此 現在他還有要拉幫結派 日本他們因為現在在AUKUS裡面 三方的夥伴關係裡頭 並沒有包含日本 但是因為跨的現在印度 這麼不穩定的因素 所以他決定 是不是要把日本拉到AUKUS來 三方變四方 現在是英國 美國跟澳洲 是不是有意要把這個日本也加進來 就是日本媒體講的 那現在日本接下來首相 也要是不是跟這個拜登一樣 因為拜登在四五月的時候 也是要來訪問日本 那日本的首相也大概是四五月的時候 會訪問多個亞歐國家 難道是要為這個美國先來溝通一下 鋪路一下嗎 可是美國真的對日本好嗎 我們竟然看到這一個 這個是日本的消息 日本共同社的消息 他說美國大幅提高日本牛肉的關稅 和牛出口恐怕會受到影響跟受阻 所以美國怎麼這個樣子呢 你又要好像讓人家站在你這一對 可是又要從人家身上剝羊毛嗎 這種感覺 那另外還有這樣子印尼 因為印尼之前就是包含了像是這個 薩奇吧 我記得是薩奇有講到說 希望這個G20 就是不要邀請這個俄羅斯來參加 那可是現在印尼跟美國就這麼巧 在八月份要進行聯合的軍演 難道是這個聯合軍演 背後也藏著這樣的一個用意嗎 就是你G20不可以邀俄國 那最後我們回到來看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也有這樣的外交部長 在這個外交上頭 同樣也是很嗆的 那最近這幾天 瑞典的議員就來到台灣 然後他就是遇到這個議員之後 自己拍了一段影片還放上了網 你知道他問他什麼嗎 請問IKEA跟IKEA 到底哪一個念才是對的呢 我們來聽一聽 我試試問問你 有些訊息 但很多人在這裡不理解 或是很明顯 是關於IKEA 或IKEA 是一個很高的品牌 很多人叫它IKEA 但我不知道是正確 但你必須看 YouTuber LucasSangstrom 因為他問了同樣問 昨天 當他訪問我和我 所以我們可以保證它一個秘密 他的影片會有明星期間 請看LucasSangstrom的頻道 他是一個真正的YouTuber 不是賠償於中國 他是一個人 但你想告訴我一個秘密 IKEA IKEA 好 所以就連這樣的一個對話裡面 都還含著抗中寶臺 不是被中國收買的那種YouTuber 會告訴你 到底要念IKEA還是IKEA 這個 這個我們等一下問一下大使 為什麼外交部長會這個樣子 甚至今天還有社論在講說 這個吳釗憲 現在顯然變成一個台版折倫司機 就是對外很會去拍一些這種影片 然後喊戰 喊打喊殺 然後喊起對立 但是實際上 好像作為上面少了一點 大使 對 這個其實只能說是一種花絮的東西 你把它放到這種這種外交部的網站 或拿出來宣傳 這些我覺得有失大雅 因為外交是蠻嚴肅的東西 你基本上 你看人家那個議員 基本上是很認真的在回答你的問題 他都覺得你話中有話 所以他在回答的時候 他非常的小心 對不對 他是不是說要一定要跟著你的調子 這樣唱 因為人家不會想到說 一個堂堂的外交部長 是在用這種很苦手 或者談這種跟他的職務沒有關係的 一種議題 那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對 而且又要公諸於世 所以你看這個瑞典的議員都很小心 因為他知道他隨便講出一句話 都可能被人家做一種隱身解釋 或者曲解 你看他回答非常小心 倒是我覺得我們這個 我們的部長 是他應該有的 應該一個比較認真 一個比較莊重的身分 那要開玩笑不是他這個身分 也不是在他跟接見外賓的時候 在好像談那種輕鬆 沒有什麼意義 那中間你還要再穿插到 有一些這個什麼 對中國大陸的一種 負面的一種評論的方式 或者這種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必要 對我們的外交沒有什麼加分 那跟他的本身的職務來講的話 我覺得有一點點格格不入 是 對 所以是整體來說的話 大使怎麼看現在整體的大局勢 你會感覺 美國真的是要處處挑撥 他到底目的是為何 我覺得美國人是這樣 美國人有句話就是 揮拳就是他要全力揮拳 他就叫Food Swing 他基本上 他基本上就是 就是慢慢要展開了 他所謂的他的政策 要達到他的政策的目標 那美國這個文化 他非常非常的務實的 而且他非常非常是 目標取向的 他達到這個目的 他不是說說而已 他就會用很多方式 他去達成的 而且他也會讓人家知道 我今天講這個話 我不是今天講了我明天 我自己就忘記了 你會發覺他的持續性 後續力是很強的 所以他今天要跟 要搞這個印太戰略 他要印度扮演什麼樣角色 他不是隨隨便便的 所以他今天一看到 你在對俄羅斯的關係上 你的行為低於 我對你做印太夥伴的 一個戰略的時候 他就會很認真的 很實際的 去希望改變印度的作為 另外一方面 他跟印度要發展全方位關係 他美國又說我外交的基石 是注重全球的人權保護 那麼他對印度的時候 他也不太會說 我因為這件事 我那件事就不做了 對美國人哲學來講的話 那是兩碼之事 我今天跟你講對印度的態度 跟我是不是要 在你那個人權問題上放水 那是兩碼之事 他該談他還是談 所以而且美國人是這樣 他們即使是朋友跟你做朋友 他也有他基本的原則 不是碰到的朋友 就什麼都稀哩呼嚕或悉尼 他不太會了 他基本上他很注重 很多中間的立場 這是他的文化的問題 他的文化是不一樣的 那而且這個 我們中國古話有個 士大夫無私交 其實這句話在美國人 他們是做到了 他不會關你跟你什麼關係 平常什麼交情 我今天坐這個位置 我就要把我的職務辦好 所以他們會 你會發覺他們怎麼 這個地方那個座 其實就美國人哲學來講 彼此間沒有衝突的 美國到底在談算些什麼 另外一方面 他說他要圍堵中國 要遏止中國發展 那就不是一句空話 他會去 不斷地會去執行的 對 所以他最大忌諾還是中國 我們來問一下錢秋姐 因為看起來 以美國 現在想要控制出印度 現在是沒有辦法 像以前老大哥化碎 叫你幹嘛你就幹嘛 現在擺明了印度沒有在管你 三歌他在取得區域平衡 所以看到布林肯跟拜登兩個人 還要點所謂的 唱黑白臉雙黃的狀態 可是我覺得 在中俄這一塊 格外有意思 你看看最近放出來的消息 就是美國媒體就稱 就是說中國伺機 可能會跟俄羅斯 把那個領土爭議給拿出來討論 趁這個機會 要去勒索俄羅斯的概念 可是同時我們也看到 布林肯另外一個報導 他說最近中俄正在合作開發什麼 在太空上面可以打擊美國衛星的武器 那這次在俄乌戰爭 你們看到烏克蘭 現在之所以還可以守得住 當然非常非常關鍵 就是來自於美國的衛星的給予協助 也許是民間馬斯克的 我不知道 我相信這些資訊戰 電子戰 衛星的資訊 才是能夠讓烏克蘭守住 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中俄還在太空 被媒體布林伯爾形容是說 是美國的阿基里斯艦 就是說它這個維修 還有送資源太空能源的這個技術 其實美國還是得依靠俄羅斯 而現在俄羅斯是要告訴美國說 我不跟你合作 我不要跟你合作 跟中國合作 而且是開發什麼 打擊 接下來可能要打擊美國衛星的武器 然後下一場戰爭 另外一個數位資訊戰的時候 那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 好 孫悟哥 其實我們在這個地方 也特別講到 就是說看到好像這個時候有人說 大陸是不是要趁這個機會 來跟俄羅斯 就一些爭議性的這個土地 來做一些這個磋商 其實從北京的角度來講 他跟俄羅斯這些土地 其實沒有什麼爭議性 從我們中華民國角度來說 才有爭議性 但是從北京的角度來說 一點爭議性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那個中共建政以後 其實已經就過去 中俄就是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裡面 規定原本要這個 共管的這些土地 他們都已經講清楚 就通通給你了 對 而且其實在 雖然說我們看到印度 印度他這次的這一系列的作為 其實就擺明了 今天我們印度不是要做你 美國的護從國 而且其實以印度的國力來說的話 他在南亞的確是 就有這樣舉足輕重的地位 但是你看到西太平洋 這個地區來看的話 美國他今天希望能夠 藉由盟邦之間的這樣一個 關鍵力跟作為 比如說當然英國還有像澳洲 為什麼會挑澳洲 其實澳洲才是真正 整個西太平洋地區 對美國政策 最忠實支持的一個夥伴 甚至於他的支持夥伴 有時候甚至於我覺得 有些地方日本都還有點 游移不定的時候 或者說日本都還在 三星二夜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看到 澳洲絕對不會有任何 不同的想法 所以就在這個情況下 你可以看到美國當然希望能夠 藉由這個幫助拉日本 這時候大家看 為什麼是拉日本不拉韓國 因為其實日本跟韓國 跟日本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又不一樣 所以其實你在這個 整個大局來看的話 美國當然是希望能夠 在西太平洋地區形成一個 對大陸的軟圍堵 當然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就是說那個領土的問題 其實俄羅斯跟中國大陸之間 其實他們之間的 彼此的地位跟關係 又不是像美國跟周邊 或者說美國跟歐洲那個關係這樣 日本 中國大陸 他其實面對俄羅斯的時候 相對來說他其實也知道 俄羅斯本身對中國大陸 還是有威脅的 其實俄羅斯也認為 中國大陸對他是有威脅的 所以你看俄羅斯 我們講過很多次 俄羅斯賣給印度的武器 跟賣給中國大陸武器 同樣的一種武器 他賣給印度的 那個性能會比較好一些 其實甚至於在2015年 我記得那次習近平出席了 5月9號的俄羅斯閱兵的時候 他那時候就坐在普丁旁邊 其實你可以從當時普丁 對習近平講話的那樣一個神態 你會感覺到 那不是兩個一個 站在同等地位上的 國家領導人講話那樣的神態 就是當時普丁坐到那邊 對習近平講話那樣的神態 比較像是大哥 在跟小弟講話的那種味道 所以其實你會覺得 從這些小的地方來看 你都會看到 其實北京對莫斯科 基本上來說 其實一直保持一個戒慎恐懼的 這樣一個心情 因為他們也知道 俄國人其實不見得那麼靠得住 俄國人對他們也沒有那麼友好 俄國人其實隨時隨地 有可能真的 也會有可能 會對中國發動軍事攻擊行動 你可以看 為什麼當初1979年 美國會把駐中國大使館 從台北搬到北京去 所以很大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要連北京 對抗莫斯科 那在這個情況下 莫斯科其實長久以往 也是北京可能的一個 加上敵的這個情況下 那你說對於北京來說 怎麼會好 對莫斯科完全的推進制步 就是說可能原本俄國跟中國之間 也有一些小小的這種忌憚或是矛盾 但是反倒現在看起來 好像因著這個美國 越是這樣子一個力道過來 好像把他們越推越近 越推越麻吉了 所以這個反倒美國達成了一個反效果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馬上回來